包括今場球在內 藍山榜尾的劉朗 最後三場聯賽要全勝 才有機會保護給希望 但他們在43分鐘收過壞消息 尼安高接應基奧雲尼 為傅力射成1比0 傅力換邊之後繼續佔優 但要拉開比數也不算矣 伊達的射門被黃紫陽擋出 之後基奧雲尼的競射 也過不了這位門長 直至69分鐘 李銳第一時間起腳 傅力才贏到2比0 助撞木舟之後 就是撥到一個12馬回來 卡拉石躁到門將撲倒也入 劉朗追近1比2 但到保時基奧雲尼 就是為傅力鎖定贏3比1 劉朗十六戰得5分 提早兩輪互級失敗